是我們心靈上的寄託 你溫柔的話語將再度填滿我們心靈中的飢渴 是給我們力量 讓我們全心全意來愛你 Hallelujah 我們一起以後來禱告 愛我們的父神 謝謝你 代章節的來臨是為禁念主耶穌為了救贖人類 犧牲自己的性命來成就神的旨意 我們當等候和預備來迎接主耶穌基督 我們在十二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 有一系列的慶祝聖誕採接流行報家一的活動 讓我們一起來感受 耶穌的愛和和平 也為今日紅青衛牧師所帶來的訊息 聖誕為您也為我來獻上感恩 當我們感恩越感恩 恩領就越多 感謝祖過去一年給我們在知道或不知道的恩典 當我們說服的時候能學習更多的依靠你 當打到沒有得到回音時 是你在提醒我們什麼對我最好 當你關起許多門時是讓我們不會走近你不希望我們走的路 當我們感到孤單的時刻是讓我們更多回到你 面前來親近你 當不確定的時刻來臨時 是讓我們不得不更生信靠你 當過去我們失去很多東西 是你再次提醒我們得到基督就得到一切 當流淚和心碎的時刻 讓我們保有柔軟細膩的心腸 允許我們身體存在各樣的疼痛 讓我們能夠體會 因為耶穌替我們承受的鞭傷 讓我們失去身邊所愛的人時 是讓我們想起你為我們預備那美好的家鄉 當意外化身令人心碎 卻提醒我們你早已繼承那天國的產業 無法被任何人奪走 所以我們一當義無掛慮 凡事藉著祷告祈求和感謝 神的恩典及靈敏將會臨到我們 今日臺灣新政府面對許多的法令和制度上 更新所造成的衝突跟恐慌 我們來線上祷告 祈求祝福上帝示給這塊土地 安定人心 爭取更友善的社會環境 來為這塊土地上的人民 帶來更多的幸福跟生活 我們一起來共念主導文 我們在天上的父 願人都遵你的你為神 願你的我和你 願你的己意行在你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你時 今日是給我們 免我們的在 如同我們免人的在 不叫我們遇見失探 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全秉 榮耀全是你的 直到永遠 阿們 願神祝福祂的話語 好 今天的聖經節呢 是記載在 《路加福音》 4章16到21節 好 4章16到 4章16節 我們一起來念 好 請 耶穌來到拿撒勒 就是祂長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 照祂平常的規矩 進了會堂 站起來要念聖經 有人把先知以赛亞的書 交給祂 祂就打開 找到急促 寫著說 祖德林在我身上 因為祂用刀拋我 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才經過報告 貝魯的德釋放 瞎眼的德看見 叫那受壓制的德自由 報告神怨納人的洗年 於是把書捲起來 交還職事 就坐下 會堂禮的人 都立即看祂 耶穌對他們說 今天這經應驗在 你們耳中了 以上天神祝祂的話 接下來講到今天 洪千惠護師要為我們 船長的訊息是 聖誕為你也為我